南无本事释迦摩依佛 无上甚甚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 作为大的比丘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无量宝王弥福佛土 皆以金蕊珍珠百千杂宝 奇妙真意 庄严教室 周砸四面 垂移宝林 光色谎耀 尽极严厉 自然得风 徐起微动 其风调和 不寒不淑 温凉柔软 不迟不济 崔足楼罗网 罗网集中宝树 演发无量微妙法音 流布万种温雅得香 其有闻者成劳构习 自然不齐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描述西方净土的虚空庄严 前面讲到 由种种的宫殿楼阁 种种珍宝合成 种种妙仪遍布其地 这是指地面的庄严 虚空还有无量用种种珍宝追成的 这样的网覆盖在这个佛土上 这样的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网呢 它一方面是让大家有一种安全感 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 面对着虚空 由于不知道虚空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常常由于这个不知 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一种恐惧 不安 那么如果上面有保网 好像一种保护呢 它就有一种安稳感 那么这个保网还能够起一种 宣发妙音的作用 因为保网是很多的珍宝追成的 所以风吹这个保网就能发出音声 所以它以这个保网可以讲经说法 可以做佛事 那么这个保网从它的审美价值来看 是非常庄严华丽 赏心悦目 它皆以金蕊珍珠百千雜宝 这些保网都是用金蕊线 就是黄金线就叫蕊 它来追成这些种种的摩尼宝珠 百千的丰富的珍宝 这些宝是奇妙真义 这是赞叹这个宝非常奇特 微妙珍贵书 亦就是非常独特 他方世界都不具有的 这个重宝中金 是庄严教室 就是这个种种保网 互相交相辉映 互相去庄严 周扎四面垂以宝林 光是谎耀 尽及严厉 就这个保网在四面都有 都迷腐 垂以宝林 这个网 保网还 醉着种种的珍宝的林 这个珍宝合成的风林 就好像我们世间那个林 它有一个毒在里面 风一吹它就有声音 就有明出一种声音 它起这样的 一方面装饰 一方面有音声出来 吹一宝林 光是谎耀尽及严厉 就是保网上的 由于有种种的珍宝 每个珍宝都能放光 都有它相应的颜色 这个谎耀表明它的光明 至胜之貌 禁忌严厉 就是这个 这个保一保之间也互相应施 也是从中无尽 所以它的庄严华丽 也就登峰造极 无以复加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这是对保网的描述 这是对保网的描述 那么自然得风 就像能源经讲这个 如来藏中 信风真空 信空真风 清净本然 周遍法界 就是这个风这一法 它也是如来藏实相的表达 信德之风 当下本空的 信空里面它显出的风 才是真正的真风 这种真风就清净本然 它本体上是清净的 周遍法界 所以我们前面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风 是十方世界风中最精的 观今讲八种清风是从光明出的 这都表明这种风 不是一般的现象界的风 它是如来藏实相流现出来的风 所以它的这种 这个虚奇微动 它就像奴来藏那种 从安详而起 徐徐而动 就微动 微动就是细微的 吹动那个宝网 宝树 以及这个宝网上的种种灵夺 我们一般讲这个天籁之音 那么人发出的声音 有自己的七窍 通过乐器它也有窍发出来 这叫人籁之音 天籁之音是这个大自然当中 有种种的山风 雪味风鼓动的天籁之音 那么如果这里的音声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灵籁之音了 所以它就微风吹动 动足宝网和宝树 其风调和 这样的德风它非常的忠道 忠和 称和 清性 不寒不淑 调和德忠 不是太冷 也不是太热 温凉柔软 这个风吹得很温和 很清凉 接触到身体很柔软 吹住罗网及种宝树 演发无量微妙法音 这是总结前面讲的种种宝树 种种树上的东西 那这个德风吹罗网 还吹宝树 还吹灵独 它发出的音声 是无量的 种类上是无量 从它质地上来看 它是演发种种的大称 心法的音声 流布万种温雅得香 就这个风一吹过来 还能够把这种种种罗网 宝树上的这种功德之香 给它弥散 流布在西方极乐世界上 我们前面介绍到 每一个珍宝里面 都香合作无量的宝香 它本身就类具着宝香 这种宝香也是自信的功德之香 五分法身之香 所以它用一个形容表达 就是温雅 也是那样的温和 也是那样的雅正的香 具有无量多种 那么这个德风自然吹到 种种的珍宝里面的香 它就有种迷散的这样的特点 流布 不仅在流布极乐本土 而且还流布到他方 无量微层数的插土 其有闻者 成老够习自然不起 这就表明 闻到那个风吹饱网 自然扶灭 自然扶灭 这自然也就是不加造作 法尔自然的就有这样的功能 这就是阿弥陀佛用这种德风 宝香妙音来做佛事 所以你看我们往生之后 不需要做什么 就听到这个音声 闻到这个香味 自然就可以断烦恼 开发自信的颅奈杖 好 请看下面经文 风促其身 皆得快乐 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 又风吹善花 便满佛土 随色赤地 而不杂乱 柔软光折 信箱分裂 竹垒齐上 倒下四寸 谁举足矣 谁举足矣 还福如故 花用已期 地则开裂 以赐花木 清净无疑 随其时节 风吹善花 如是六反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上面是举出 往生者 他的耳闻法音 鼻嗅这种得香所闻到的利益 那么这一段是表达风吹 往生者的身体 这种触觉 这种触觉 所得到的利益 那么前面我们也介绍到 西方极乐世界 一花一物 一井一宝 它种种庄严 接触到 这个往生者的身体 都能生起法乐 生起智慧 那么这里就特别对风这一法 来表达做佛式的功德 那么这样的得风 接触到往生者的身体 那这些往生者都能得到快乐 那这个快乐 在我们来理解这个快乐 可能就会用我们世间的法去理解 当我们饥饿的时候 得到一顿饭 很快乐 当我们想念一个朋友 见到朋友的高兴 是一种快乐 我们种种的溃乏 而忽然得到满足是一种快乐 可能会理解为这个世间的快乐 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接触往生者的身体 所得的快乐 不仅仅是在这种五欲的满足方面 阿弥陀佛处处施舍的 是让一切众生修菩提道 断获正正 原成佛果 所以他属施舍的利益 一定是法上的利益 所以这种快乐就是法的快乐 所以下面就是用一个比喻 譬如比丘得灭尽三昧 就好像一个比丘修禅定 到达灭寿想定 这是九次的定 就是灭尽第六意识心和心属 就是这种心识的作用 而住在无心位的这个禅定 就叫灭尽三昧 这个灭尽三昧 在他禅定的功夫 跟这个无想定 是同一层次 都称为无心定 但这个无想定 往往那些外道凡夫也能得到 这里谈到了比丘的灭定三昧 跟无想定还有本质上的区别 无想定他也尽管也落到无心极尽的乐 但他还是在世间 不像灭寿想定 他指向的是出世间的禅定 指向的是出世的功德 他不会再感到三界的轮回 所以他进一步 不仅灭除第六识的心和心属 他还能够坚待灭第七识的那种染分部分 那在修行的新性快乐当中 灭尽三昧是享受的寂静之乐 是最无以伦比的 那么就用这个来辟 这些风吹到这个往生者的身上 所得的快乐就像 这个得到这种阿罗汉的 灭尽三昧的这样的快乐 无有心心所的寂静快乐 那你想到我们这些代耶往生的繁复 我们的快乐很难体会到灭尽三昧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内心的心和心属就像沸腾的开水 每天是烦烦牢牢 然后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个风吹到身上都能让我们得到灭尽三昧的快乐 从中体会他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别说灭尽三昧这个九次的定 就是想得一个初产都不可得 未到定都没份 心是非常散乱的 下面是风吹散花变满佛土 你看这个风吹到宝树的种种花 他就落在了地面上周遍整个佛场 这里为什么要散花 散花有几种用意 第一是做供养 供养足佛散花 第二是庄严地面 第三是这个花又有香又留不得香 所以他也是做佛事 那么散花你看他首先供养 那这个得风吹的花要供养西方进度的佛菩萨 那么散花里面很有意思 大家看维墨期间有一个天女散花的公案 记载 当时文殊菩萨和维墨期大士 正在观众生品第七 文殊菩萨问这个维墨期大士 你如何观众生 那维墨大士有一段非常精妙的开始之后 这时候有一个天女 在那个维墨状势里面 也有很多天人正在听 这个天女听到就用天花来供养善诸菩萨 和当时的声门大弟子身上 但是天花散的时候有一个现象 这个花散到这些菩萨身上 这个自然就落在地面了 但是这个花散的这些像摄地佛 摩赫加瑟这些人身上 他这个花就真到身上不掉在地上了 那这些声门弟子就用神通之力 要把这个花从身上去掉 但怎么用神通力 这个花都去不掉 去不掉正在这时候 这个天女就问摄地佛 说你为什么要去掉花 这个摄地佛回答 这个花不如法 所以要把它取掉 从身上去 那这个天女说 你不要说这个花为不如法 为什么呢 这个花没有分别 是你仁者 仁者自分别详 是你有分别知详 如果在佛法中出家 还有分别心 这就为不如法 如果没有分别 这就叫如法 这个天女跟他讲 如法不如法是什么含义 那再告诉他 你看那些菩萨 他为什么花不坐在身上 是由于这些菩萨断了一切分别想 比如人害怕什么东西 往往非人得其骗 怕什么什么东西就过来了 所以你们这些弟子 由于害怕生死 对生死它有分别 所以摄身相为足 这些六成就得其骗 就着你的身 这些跟五一六成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的分别结识未除 这个花就在你身上下不来 如果你除掉这些分别 这些花就自然不着在你的身上 你看这种讨论很有智慧的 那这个天女她也不是一般人 后面围眸大师说 这个天女早已是大菩萨 她是随内视线 祝阳佛教的传播的 当时还更有意思 这个摄地佛就有点清漫 你是个天女还跟我讲什么 这说是这个天女就用神通把摄地佛变成天女 这个她自己变成摄地佛 那这个因为这个摄地佛说你既然讲得这么好 你怎么不转女生呢 她在天女说我多少多少时间以来见女生不可得 你要转好啊 那就把摄地佛转为女生 她自己变为摄地佛 这时候她就问摄地佛 你为什么不转女生呢 摄地佛转不了啊 摄地佛转不了 这个天女又用神通 又把她变成摄地佛 自己恢复自己本身 那你说现在这个女生在什么地方啊 那么这个摄地佛说 女生无债无不债 那既然女生无债无不债 男生也是无债无不债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非男非女啊 搞得摄地佛心服口服啊 所以波日系经典它是 这种讨论都是能开发我们的这种政见的智慧的 那你看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往生者 其实都是待业往生的凡夫 她接受这些花她没有坐在身上啊 她自然就落在地面去了 这不是自己的能力 你看摄地佛都没有办法让这个花 掉到地下来 那么我们这待业往生的凡夫 怎么有自己有这种能力呢 肯定全身落满花啊 有阿弥陀佛慈悲愿离加持固不着 前面那个四十八大院就专门对凡夫众生发愿 只要往生到我的岔度就没有我和我属的观念 人我空 法我空 你空了这些你不着 没有分别嘛 它就不在身上嘛 你有所分别花就在身上了 这些跟花没有关系 是你的心的作用 所以这个我们这图在持图修行很多祖师大的开示 但除心不除尽呢 你不要老怪环境怎么怎么回事 都是自己的心里的状态的表现 所以这个得风吹着种种的花 这个供养净土的佛菩萨和足天人 他都不着就变满在佛土上 随时刺地而不杂乱 这是表明这个善花之相 这个花飘散在供养佛菩萨 花就堕在地上 堕在地上以后它成巨 就是随着它种种不同的颜色 刺地它不杂乱 红色青黄等等这些颜色搭配得非常好 随时刺地而不杂乱 就是它好像能够分类 各有一句 而且类别之间可以相互搭配得很微妙 自然形成一个天然的这种图案 柔软光则性相分裂 就是这个花的质地非常柔软 这个竹接触这个花 就像兜罗棉这样的柔软 这个颜色有光明 色彩非常殊胜 这表明它的质地和它的相状 柔软光刺 性相分裂 就是这个花还有种种宝香 这个它的香气还非常浓郁 能够弥漫到很远的地方去 性相分裂 这些消归自行都想到 这是自性的德性的表达 竹类其上 道下四寸 这也是表这个花的柔软的相状 那个往生者的竹 它到这上面 它就会陷下去四寸 它为什么表四寸 这里面大概是沿用我们这个 声文教说正道圣果的圣人 他走路自然逐离地面四寸 不是踏着地面走 要离开四寸 表四如意足 这样的道下四寸 那么这个说明这里表面很柔软 一塌下去就有四寸这么陷下去 陷下去能够这个抬起脚来 这个地面的树花又平肤如粗 又平了 不能说一塌下去 它是松松垮垮的 还有一个一个坑在那里面 那就那这图案也就不美了 整个整个的观感也就没有了 还复如粗 花用以期 地则开裂 以赐化墨 清净无疑 花用以期 刚刚讲花有庄严地面的功能 有供养佛菩萨功能 有弥散宝箱的功能 这些功能 它的作用以期 以期就是完毕之后 这个大地地面自然开裂 自然好像有个缝似的 那么这些花呢 这些花呢 以刺化墨 就按照这个颜色的刺地 也有刺地的消失 自然而然的淹没在这个地中 不会留下任何花的残余 它表明这个净土的花呀 它散过来全都铺满 然后它走的话 自然从地面就消失了 这样子一消失 大地上又是很清净了 它就不像我们这个地方 秋天的树掉了花 你除非少掉 少掉你放在什么地方 它还要腐烂成尘埃呀 它不会自然消失 西方净土它是由心回转 随其时机风吹散花 如是六反 这就表明这个 大地清净之后 旧的花没有了 谁做十介因缘呢 这个新的花又吹过来了 这个吹过来 又垫在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面上 而且又随着它的颜色刺地 自然组合成种种花的 种种图案 所以这个风吹旧的花没有了 新花又散下来了 这样的没有了再散 没有了再散 这样如是六反 六反这是指一天的六个时辰 昼三时 夜三时 那么前面讲西方极乐世界 并没有四季的更迭 也没有昼夜的区分 这也是阴顺他方的描述习 习惯来说昼夜六反 实在来说西方净土并没有昼夜 那么这种事项上的表达 对往生者他要消归自信了 这个花是表明菩萨 一个修行人的因地 六度万恨之花了 他要修菩萨行 修菩萨行努力精进 就好像地面非常庄严 他不仅供养外在的佛菩萨 也在供养他的自信的佛 庄严他自信的佛 来散发他自信的五分法身相 那么这个花用一期 他修了一段时间精进以后 他这时候没有了 没有了他要想到 怎么样再去修行 这个风垂善花 风就像自然得风 般若之风 以智慧为先导修六度万恨 就在庄严心地 而且要不疲不厌 昼夜六时 这个不疲不厌的修行 可见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景物都在提醒我们的道念 所以不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享受五欲的 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 这都不仅仅是天天观看去理由的心态 你的要里面在修行 好我们请看下面经文 有种宝莲花 周满世界 一一宝花 百千亿叶 其花光明 无量种色 青色清光 白色白光 玄黄珠值 光色赫然 他们 为基于智慧 艺彤 今 我和天天天清光 覓顶 有一每4日 一一花终 一一花终 初三四六百千亿佛 异一光 一一花终 初三四六百千亿佛 深色纸巾 像好苏特 依依诸佛又放百千光明 普为十方说微妙法 如是诸佛各格安立 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我们请看这一段 这是花光现佛第二十章 就是莲花光明当中显现的佛像 这段经文非常不可思议 一理甚甚 西方极乐世界是联邦的 莲花的世界 又称莲花藏世界 所以我们常常说念佛仪法都叫 莲世 莲友 莲宗 都是有这些经典上的依据 那么这一段是要赞叹 种宝莲花不可思议的佛事 这些莲花都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 就是前面讲的佛的微神力固 本愿力固 满足愿故 明了愿故 究竟愿故 那么这些花是莲花是一报 然而里面还出正报 有佛 这里面表达一正复相融会 那么这莲花也表达佛和众生 和我们众生同体属正的境界 从阿弥陀佛来看 他是由他的愿力来显现微妙的 清净的莲花台 作为他的莲柱 观今专门有一观 第七观就是莲花座 那个莲花座种种的庄严 种种的佛事 那正是不可思议 那么从我们众生的角度来看 这个莲花也是我们寄托法生会命的 玄妙的宫殿 如来净花众 我们是从阿弥陀佛恩慈给我们的正觉的莲花台里面来 来诞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叫阿弥陀佛恩慈给我们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叫阿弥陀佛来清净莲花种 所以这个莲花对我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莲花 广泥陀佛恩慈给我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是怎么表达的 这就叫阿弥陀佛恩慈给我们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无量节 无量菩萨行愿所成就的 由于因地上无量的功德过 所以果地上就成为重宝莲花 无量珍宝合成的莲花 变满四季 前面讲这个七宝石八公灯水里面有很多很多莲花 那么固难是莲花在七宝石里面 同时这里说在地面上也是充满的 不仅仅是在宝池里面 这叫充满世界 所有西方极乐世界到处都是莲花 一一宝花百千亿亿 这就描述这个莲花的叶子的数量 一一就是每一个重宝莲花 它都有百千亿叶 你看这里我们就很难想象 百千亿叶 叶子很多 这个唐一无量寿会 他讲这个一一莲花 前面还加了无量 有无量百千亿叶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百千亿 百千亿如果折合成我们算的话 就成为十万亿 这个十是表达一个圆满的数字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 百千亿叶好像具象是一个数量 实际上从一个抽象来看 实在是无量叶 所以唐一就表达无量百千亿叶 那看这个宝莲花的叶子 实际上要认证到 阿弥陀卢来 他在阴地当中 从无量的菩萨的行业所成就顾 所以他是无量百千亿叶 这些都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 情实的这种范围 但是一一四相都显示 阿弥陀的十相功德的心 齐花光明 无量总色 这就表明这个莲花呀 又放出无量的光明 每个叶子里面呢 他又有很多珍宝合成的 叶子他有很多麦 如果他的每个叶子再加上 有无量百千亿那个麦 就是金麦 每一个金麦又放百千 无量百千亿光 那你想一想这个光明的 总的有多少 那么每个光 又有他相应的色 颜色 显出种种不同的颜色 这就是难以用想象 他的光色相复 复胜回转的这种情景 复相应思 光光复色 光色无量转化 这是齐花光明 无量总色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玄黄诸子 光色赫然 这个当他表示无量种光色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难把握他的这样的一个圆龙的景物 所以进一步就具体化 就在无量种光色里面 来举出我们比较熟悉 还能把握的这种光色 因为我们能够辨别的光色 我们叫七色光 七种颜色我们会辨别的比较好 但是我们不要理解 这个世界上只有七种颜色 无量种光 无量种色 只是我们的眼根有病了 有局限了 眼根不亲近了 所以看不到其他的光色 这样而已 所以实际上是无量种色 无量种光 那么这里根据我们凡夫众生的特点 也是释迦摩尼佛见基师教 知道我们只是能把握这几种颜色 所以就讲出 你青色青光 青色的珍宝放出青色的光 白色的珍宝放出白色的光 玄黄珠子光色赫然 这里他举出 你看这个玄黄珠青白 这五种叫正色 正色就是单一的正面的颜色 那像绿 绿壁紫柳黄这些 所以混合色 混合色 这是六种颜色当中 五种都谈到是正色 唯有那个紫 紫就是那种黑颜色和红颜色 把它调和在一起 就是紫色 这就叫混合色 那么一般我们把颜色 就是正色和混合色 能够包含一切色 所以就举出这个紫色 来含色一切混合色 来表达 无论是正色还是混合色 它的光 它的颜色 都是非常艳丽的 赫然就是表达它的内在的那种色彩的光亮 这还是表明 这还是表明这个莲花的光色的相状 这个尾叶表明光明的盛大之相 患难 患难也是它的很鲜明 很光彩夺目 患难 就超过日月的光明 明耀日月 这个世间上把日月光明看得很光源很大的 那么莲花的光色是比日月的光明还要患难 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 下面这就是进一步我们要想象 这表明莲花它出多少光 每一个莲花它放出三十六百千亿光 那怎么理解三十六 我们也看历来的祝金家对这个说法种种不一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还是可取的 这是一位古德说的到底是什么名字 我下次还没查清楚 他认为这个三十六是表达一个什么 这个一针法界 你看这个我们看华严经表达这个华藏世界 海的这种情况 他首先现在画一个圆 这个圆表明是一针法界 由这一针法界再开出这个从六月天 二残天 三残天 种种 这个十不可说不可说 微成数佛差 那么这个圆你看它就是三百六十度 圆的半径是一百八十度 半径 它整个圆就是三十六 表明法界十相之调 那么有的说这表明是菩萨六度 菩萨六度一度里面 各个含是其他的六度 就六六三十六 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三十六 是菩萨因地形六度的圆满 每一度又有六度 六六三十六 然后果地上就是一针法界 这表明 阿弥陀罗来因形果决的 不可思议的状况 就用三十六来表达 三十六它就是圆龙的一个十相 它这个从十相理体当中就显出百千亿光 你有十相之体必能要放光 有无量寿就必能有无量光 它用百千亿表达无量光 这样理解可能还是比较缺切的 也就是说西方净土的莲花 就是无量寿就是无量光 就是十相 它就用三十六百千亿光来表达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 这是表明这个莲花放的光 又显出这么多的佛 莲花是一个一报 这个一报的庄严里面 却显出了正报的佛 那么唐一 这个无量寿卢奈会 对这句话还特别的注解 这个这些佛到哪去了 是卓佛等 现往东方为众说法 皆为安利无量友情于佛法中 南西北方四为上下 亦附罗事 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些 他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的佛出来 他干什么 仅仅是变满极乐世界虚空吗 作为一个紧物的华丽行为吗 他不是 他是要做佛事的 要去度众生的 那么除了这么多的佛 这些佛都一一佛 都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 都有指摩真经社 佛像庄严 那么到哪去 到东方 东方无量微成数佛刹 视线八向成道 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 就让这些无量的友情众生 安利在佛法当中 什么叫佛法做佛事 就是要在众生的烦恼淤泥里面 开发他正觉的莲花 让他离开虚幻的 生死轮回的苦 得到涅槃究竟的乐 这是安住佛法 广著佛事 那我们再想象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三十六百千亿佛都往东方来了 我们苏博世界是不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东方 那换句话来说 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就是西方净土 莲花放的三十六光 所显现的三十六百千亿佛当中的一尊 大家想一想 换句话来说 释迦牟尼佛作为硬化身 他不就是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抱身的一个硬化身吗 于是我们就回想到 华言的祖师 净土的祖师 都有一个判断 说卢舍纳佛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在华言经看到 释迦牟尼佛是百千万亿个硬化的 释迦牟尼佛 是他自从卢舍纳佛里面显化出来的 如果说卢舍纳佛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硬化身 那么这样我们透过这句经文 我们才一下子跟西方净土世界 就更拉近了因缘关系了 原来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 所以才为什么说 他千金万论 处处只归西方净土 实际上是叫我们就回到他的净土 他跟阿弥陀佛无而无别 是不是 那么不仅是东方是献出这么多硬化佛 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一佛都是 你看这个东南西百包括八个角 就是十方世界 都有着从莲花放光所献出的佛 到无量 十方无量未成熟佛杀 去实现成佛 这一点可以在华言经得到印证的 华言经在这个开始的第二品就谈如来名号品 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 实现他的名号叫释迦牟尼 那么释迦牟尼他同时在其他的一世天下 乃至在无量的佛刹 实现成佛 他有种种不同的名号 他无论是南方东方北方之外 他的名号都是百千万亿 这样的名号 我们有时候看华言经 为什么有种眼花缴乱之感 因为他境界太宏大了 但是我们静下心来看 原来是这样 我们侠地的心以为 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世间实现 他方世界没有佛 实现他方世界有无量的诸佛 而且还很多都是释迦牟尼佛 不同的化身 不同的名号 由这个极样 释像来回归他的本 原来这些 无量百千亿个 不同名号的释迦牟尼佛 他的本源也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从中我们就理解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叫法界障徒 阿弥陀佛是法界障身 由于十方三世佛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出来的 人切经也有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部无量寿经 他真是称信而谈 他把这个奥秘跟我们说出来了 那么这个奥秘是这个本级 权实 这些度化众生的种种散角方面 他本来是大不可思议的 一般的我们凡复众生听了之后 第一把握不了 第二听了以后他很难相信 很难欺辱 所以在很多场合就不跟众生去讲这些事 讲到你把握不了 他还生起很多分别心 就好像昨天晚上我们讨论 听到涅槃经说 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 男圣国 那为什么我不求男圣国 还要求你西方极乐世界干嘛呀 他就生起种种 如果知道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一尊佛 那可能要老实一点 不要去过多的分别他 那么这个衣报里面显出正报的佛 这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很难去理解的 为什么衣报还能出正报 而同时正报也能出衣报 衣报和正报互相融合 那么我们总是觉得环境是环境 我是我 身心和世界 在我们繁复是打成两绝的 那怎么说在佛的境界当中 莲花里面可以出佛 佛里面可以出莲花 这里尽管没有表述佛出的 实际上还包含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致的论曾经有这么一段表达 当时阿难就有一个念头 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五周阿世世线成佛 寿命也这么短 众生也这么刚强难化 那是不是这个释迦牟尼佛 可能这个度化众生的佛事 做不完呢 不能圆满他就要入念盘了 就有很多遗憾了 度众生的事情大概都没有 都很难圆满 他生起这个念头之后 而且去问佛 所以说佛最好 这是太阳正在升起的时候 佛就因那个时节 就录了一种三昧 叫日出三昧 就是太阳出来的三昧 太阳出来就好像太阳 一下子放出绚丽的光明 变造严佛体的这个整个世界 佛的这个身体也像一样 他的每个毛孔都放出这样的光明 那么他不是变造严佛体 是变造十方无量无边 恒河沙的这样的世界 如果这三昧 他都加持阿难亲眼看到 那这个佛每个毛孔放光了 但是每一个光里面 又显出七宝合成的千叶莲花 那每一个莲花里面 都有佛端坐在那里 结家福坐 那么每一个端坐在莲花的佛 又放出无量的光明 那么这个每一个光明里面 又显出千叶莲花 那么这个千叶莲花 又有佛坐在那里 那么这个 这就叫从从无尽了 我们有一个诗学们 叫音陀罗往从从无尽了 那么这些坐在莲花当中的 诗佛又读到十方横河杀世界 去教化众生 或者视线讲经说法 或者视线讲默然 默然也是说法 或者在那里经形 或者显现神通 或者身上出火出水 种种善巧方便 来读十方世界 无量的武道众生 这时候 阿南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心服口服了 佛永不涅槃 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 所以当时佛录到这个山外 就马上解决了阿南的一个疑问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力 它是大不可思议 它具有一切力量 它能解决众生的一切问题 它超约时空的这种神通妙用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从从无尽 一报出正报 正报出一报 它这个永远没有穷尽 所以十方世界无边 视线的化佛无边 所以就叫无量光 有光所在的地方 就有化佛过去 化佛就可以显现 种种的善巧方便 来度化众生 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这种神通妙用 它的四十八大愿 怎么能够 法界惊天动地 六种震动 十方诸佛 伸出广常色相 来赞叹他 如果他不能再因心果决 把这个事情完全兑现 度尽九法界众生的话 那十方诸佛 他来赞叹什么 他真的就有这种能力了 所以这个莲花里面画的一一足佛 三十六百千亿万佛 它的种种的向好状怨 完整具足 这么一一足佛又放出百千光明 颇为十方说 微妙法 你看 阿弥陀佛这种教化众生 变流十方无量世界 微成数插土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一定有阿弥陀佛的 莲花光明 视线的佛 这些佛能够印众生的基 普微 就是普遍平等地 为十方众生说微妙法 什么叫微妙法 从通图来看 这个微妙法 就是印众生的根基 由十法开全法 讲三称法 它也可以说是微妙法 先让它解决分段生死 先让它离开三界火窄的这种苦难 然后再寻寻引导到大称法 这是它的建教 这也是微妙 那么这个微妙法 如果从它本位来看 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既然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出去的化佛 当然它唯一的目的是要把他方世界众生 全都接引到西方净土来 要接引过来 当然要让他对这个男性之法 念佛往生一法产生信心 因为往生一法 它是究竟原成佛果的一法 是一称法 中间没有余虚 是最称诸佛奴来度化众生 了脱两种生死 快速成佛本怀的一个法 但是如果众生相信不了 没有这个福的智慧 佛就把这双事情运在心中 然后就寻寻善诱 让他积累福的智慧 观察到众生能够相信了 这时候就赶紧去说 无问而说 有的人曾经提一个问题 你们都说念佛法门那么好 这么好 那就说这一法就好了 那其他法就不要说 这个问得也很好 但是如果佛一说 这个念佛法门都能相信 那就没有必要说其他的 没有必要说三层法 就是由于他相信不了 才要说三层法 他是这个道理 因为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 这个进度经典 在世间上没有比 相信这部经典 相信这个法更难的 你想想我们这个世间 包括我们在座的 真的从内心深处 对这个法彻底相信 容易吗 我们尽管在修念佛法门 内心都有很多怀疑 等到动真格的都有一个 但是 如果 大概 他都不能决定 所以他是太微妙了 所以一定要见机施教 你看 无论是观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实际上他的发起因缘 都是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加持 都是众生能发得起来的 观经是实际上摩尼佛加持韦迪西 让他来求无忧劳法 求往生净土一法 而且他选择西方净土 也是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 按地加持让他选择 众生没有这种智慧 那即便是这部无量寿经 他的发起的因缘 也不是阿弥陀佛有这种智慧 也是佛迁放光线内种种愉悦 让阿弥陀看到这种情况 生起奇特之想来问 佛尽管说是你自己 是他天人让你问的 还是你自己来想问的 阿弥陀佛说是我自己想问的 不是天人教的 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加持让他问 才能够由于阿弥陀的这样的一个缘 让释迦牟尼佛称信说出微妙法 那么这些所有的祖佛 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 这些视线到十方微尘佛差的净土的 这个硬化身佛 他不是到 不是去干其他的 是要去度化众生的 每真佛都有他的大慈悲心 大微神愿力 来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 这个佛的正道 就叫无上正正之道 阿弥陀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么这个佛的正道 在净土本位来看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以来所成就的六字弘明 这些祖佛通过种种讲经设法 通过种种的这种寻寻善诱 让众生对这个佛号产生信心 让众生对西方净土产生愿往生信 他就得到安心了 他就得到安乐了 他能够细心在这个佛号当中 就是得到了他的安心利命 这句佛号就是无上正正之道 他能够心安在佛号上 就是安利在佛正道 这个佛正道 这就是自然所牵水 就灵命中是法尔自然的 把他牵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上卷 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通过这样的这一段 莲花放光光中化佛 佛又教化十方众生 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 重重无尽之相 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阿弥陀佛 无量节 大怨大恨 所成就的 在上卷当中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从追求无量节以来的古佛的视线 到法藏菩萨的因地发愿 感到的内向 在前面来看 反映这个净土法门源起的一大式因缘 它是非常奇特的 这个一大式因缘 我们要不断地去思维 才能够逐步令我们 对这个法门产生 英重恭敬 稀有难招之相 阿弥陀佛在这种 本经的发起序里面 看到佛的这种浓光焕发 光中化种种佛刹 六根逾越之相 所以他就有一个 用那种启问的形式 说了五点 这五点实际上就是 这个净土源起 一大式因缘的本质特点 说这个是不是佛 诸奇特之法 诸诸佛所诸 诸导师之行 诸罪生之道 行如来之得 恶难毕竟是了解佛心的 说这个今天 这个虚亚母尼佛 你老人家是住在奇特之法 才会放出这个稀有难遇的 我从来没有见到的内向 这个奇特之法 就是念佛往生意法 这叫圣意方便 唯有这个法才能称为奇特 这是无量节以来 那个大国王出家 称为法藏比丘 他五大节的思维 无央数节 属原成的一个法 我们不要把这个六字弘明 看得太轻了 他是阿弥陀佛献出的 多少生命鲜血 属凝聚的一个法 至极奇特 自减自易 自圆自顿 能够满足众生的一切需求 阿弥陀佯万病种治 这个奇特之法 就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奇特的妙用 也正因为他太奇特了 才难信 你只要相信 把自己真的是一心归命 你把自己完全交托出来 交托出来 养熟弥陀 就可养 我都属于阿弥陀佛 你要我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能做到一心归命 养熟弥陀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就能得到奇特的 不可思议的果报 但问题是 众生住不到一心归命 他有个很强的 我执 我慢 懈怠等等障碍 所以这个奇特的之效应 就在我们身上体现不出来 就叫 一往而无人 农意往生 却没有多少人往生 不是法的问题 完全是我们 孽障身重 所以 阿弥陀 直接就讲着 做奇特之法 我们能不能了解 这是一个奇特之法 现在很多人 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自己念佛 还不好意思 水平太低了 你看人家都 做参禅 研教 修密 那才很高的 这念念佛 老太太也能念 我也念 这不好意思 跟别人说 我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就只能念念佛 他把念念佛是 无可奈何的选择 没有办法 我修不了 那些很好的法 我就念念佛而已 所以这个奇特之法 根本就没有信心 没有认识 所以他一听别人 说什么法 有什么殊胜 他马上就动摇 他马上就一波攻的走 听说地藏经 可以治病 可以这样的 他佛也不念了 就念地藏经 难道一句佛号 就没有地藏经的功德 所以对这佛号 是没有产生信心 他说今天听了这个法 赶快转移 明天听了那个法 赶快转移 都是这样的 性根不老 对奇特之法不了解 那么第二个是 祝佛所住 祝佛是住在空性 而空性就能生出 同体的大慈悲心 所以这个念佛法门 是十方三世 祝佛从他同体 大慈悲心里面 所要宣说的 所要赞叹的 所要弘扬的 最称十方祝佛的 笨怀 我们能不能理解 这个念佛与法 是祝佛所住的 这个法 那住导师之行 那这个释迦牟尼佛 他作为西方净土 来这个娑婆世界 来接引 发钱我们 往生净土的 这个硬化神佛 他深刻的 悲悯的看到 我们这些众生 都在无明黑暗里面 由于无明 才造作足多的恶业 由于恶业 才在三恶道里面 尤其在地狱里面 受苦无穷 所以他要为众生 做导师 从你的黑暗的显路上 引导到光明里面去 那你看看我们这个时代 真的是 这种修道 这种超越 这种善 越来越被人遗忘了 于是放纵他的贪嗔痴 去猛力地争取 他的功名利禄 享受他的这种 所谓的幸福 造作种种的恶业 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都成了这个时代的好汉 你吃素 念佛 对什么都不思 他还嘲笑你 你是不是脑袋挂着净水 这是一个很颠倒的世界 英国也没有多数人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更是哈哈大笑 他说你是迷信 你怎么迷得这么深 吃饱了饭没事干 他就认为是要吃饱饭 吃饱饭是他的生活的目标 赚钱是他生活的目标 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在这几年建大佛的过程当 接触一些人 他都不以为这个大佛 是一个做功德的事情 他都想到怎么去弄钱 好弄 有时候这个时代 为什么都把钱看得这么至高 这个历令自昏 他什么都敢跟你干 所以这个时代 真的是暗鸣 暗鸣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祈祷 请佛注释 请佛菩萨多多来到这个世间 为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做导师 要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生命的光明在什么地方 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一代识教 苦口婆心 种种善巧方便 都是给我们做导师 既然是我们的导师 我们就得听话 佛是一切智人 佛是具有大慈悲的人 他对我们的众生 看着是等同一指 如罗和罗 我们受苦 佛不欢喜 我们得到解脱 佛才高兴 因为他在这种 祖父祖祖的空性当中 他有同体的慈悲性 这就是一种宗教家的悲悯 他看到我们受苦 为什么要民伤众生 这个哀民到了伤的程度 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民伤众生 我们有个我自己跟他人是你是你我是我 我即便受苦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跟佛是很关系 因为我们是佛的唯一的儿子 你要把这个关系给他连接上 你不了解你还有这么一个大慈悲父 这是我们的孽障 十方众生 连念众生 卢母一直说得这么明确 就像慈母意念儿子一样意念我们 然而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到 有一个慈母在意念我们 所以我们就想 这个世界上任何都是交换的 都是有条件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但是就有无缘无故的爱 由于是同体 祝导师之行 我们要听话 跟着导师走 祝最圣之道 这个念佛往生一法 是最殊胜的道 是直接的法 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 所有功德无条件恩赐给我们的 就像我们讨论的上卷 你看看往生者一下子 得到那么殊胜的利益 他的身相都是像佛像 三色二像八色水像 子摩真金色 他的知身用具念头一动就来了 念头再一动就没有了 种种修行 你去沐浴一下 你天天这个阴身都在修行 这些哪是我们的水平呢 这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他给我们的 为什么他要给我们同体的子女 他必须要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弥陀的这样的恩赐之下 就能够快速的圆成佛果 就一去就是阿弥陀佛志 阿弥陀佛志在念不退当中 就圆超41个阶梯 就圆满菩萨的十大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就马上就可以成佛 还有比这更殊胜的吗 行儒来之德 这个法门就是行儒来之德 最真实最终极的这个德功德 儒是真儒 成真儒道来视线 你比如刚刚讲的莲花放光 这个莲花就是真儒 三十六 但是他不住在真儒里面 不住有为 不住无为 他有悲心愿力 他一定要放光 光就是度化众生的善解方便 光里面就要化佛 化佛就要住佛事 他就要来 他不来不行 所以他的身色纸巾 相好 苏特 普贝斯方 威灭法 就是他的来 来干什么 来让众生都到莲花里面 极乐世界莲花里面去 心如来之德 等到在莲花里面 我们也成就了 如来 葬心 我们也就是这个莲花光明当中的一尊佛 也到他方世界 也把有缘众生 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也在心里来之德 所以我们常常常讲 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戒流 一切行无不还归此法戒 这两句话 有时候我们看的没有什么概念 现在把这段结合起来 可能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内涵 一切法都是从这个莲花 这个法戒里面出来的 然后再把引导他的一切行 都回到这个真罗莲花里面去 还归此真罗 此法戒 这样 这个法门就是佛佛相念的法门 我们一切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都要回归到佛佛相念的本怀里面去 大家都要发大愿 起精进心 一定要在西方净土的点花当中 绽放我们的法神会命 我们最终也要 像阿弥陀佛那样的 祝诸佛所祝 行导师之行 祝罪生之道 行如来之德 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之人 念佛之人 人中分陀的一花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赐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土 若有见闻者 吸发土体心 尽此离报生 同生极乐国 在乱陀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适合 点赞